這個金剛捕蕾,它主要的是鼓孔。 可是這個道理境界太高了。 我知道今天的社會,一般人他不要孔,他只要有。 甚至有他也不懂得怎麼有,他只要生酮。 或者有了生酮,害怕什麼不能如意呢? 這個金剛捕蕾,它最高的境界就是空。 但是很多人呢,他們是不願意接受這個空。 他們都很希望是有,甚至沒有,在有裏面呢, 他們也都是更要求這個神通。 因為以為有了神通之後呢,問題就解決了。 神通是外道所求的。 神通是外道所求的。 布里則是佛教所重視的。 般若才是佛教所重視的。 今天,一個很正當的宗教徒,要正直正街,要求布里,不要求神通。 如果今天我們是一個有正當宗教信仰的人呢, 我們都不應該求這個神通。 我們應該都是去求般若。 因為神通不能解決我們的問題。 因為神通啊,並不能夠解決我們的問題。 般若智慧啊,才可以讓我們解脫。 所以,佛教師現在屬於神通,我們講六個神通。 天眼通、天耳通、他心通、神作通、宿命通、六鏡通。 好了,你有了哪一個神通? 對你究竟有什麼伴助呢? 天眼通、天耳通、天耳通、宿命通等等。 假如我們有了這六個神通的任何一種。 我們想想,究竟對我們又有什麼幫助呢? 你家路又聽兒童了。 現在隔壁有人在罵你。 你很煩惱啊。 但是沒有神通,我聽得多就算了。 如果你是有天耳通的, 這樣坐在你那邊的人呢, 他在罵你,你會聽得到。 聽到之後你就煩惱了。 所以呢,都是沒有神通比較好。 你有他心通,是別人在那裡想要跟你低估。 要順著你,要罵你, 你又是不愧樂了。 反正不知道就算了。 假如你有他心通的, 人家隔壁在那裡來到心裡暗算你, 來到去揍你, 你知道了之後呢,也都是不開心。 所以呢,都是沒有神通比較好。 在這個無理的智慧, 它的重要無相布施。 你,我們講到布施, 不一定要用所謂不光是財富來布施。 我認為,我們講到這個現在布施的城市, 且我布施是處之共得。 講到布施,其實這個財物的布施, 只不過是一個最初級的布施的功德意義。 加入用力氣幫忙服務, 那這個布施的布施的布施的功德。 如果啊,我有這個力氣, 來到幫忙服務呢, 那這個布施的功德呢, 可能甚至是比財物的布施呢, 更高級。 假如我現在, 這個也沒有錢, 也沒有這個力, 用何話, 來尊重讚美, 那個是上等的功德。 如果我今天又沒有錢, 又沒有力, 來到去布施, 但是我用講好話, 來到去布施, 讚美別人, 來到去布施, 這個才是上等的布施功德。 假如我也不會說話, 不過你們所做的好事, 我心裡很歡喜, 心裡很尊重, 這個是無上的功德。 假如我也不會說什麼讚美其他人的話, 但是見到人家做好事, 我心裡很開心, 很高興, 很尊重人家做的好事, 這個才是無上的布施功德。 你不要以為做好人, 做好事, 我沒有錢, 我就不能先總教, 必定要儘錢的, 要有行程, 要有不理性, 慈悲性, 那才是重要。 我們以為, 沒有錢, 就不可以信宗教, 這個是不對的。 最重要的, 最重要的, 其實是要我們有心, 你有心, 才是最重要的。 如果, 你什麼事情都把儉錢派在前面, 這個就是, 所有宗教好事都是屬於少部分人的。 要解決, 解決這個煩惱, 解決它日常的一切的苦難。 這樣的情況之下, 我們是要知道, 我們想救渡一切眾生, 其實我是並沒有救渡任何的眾生, 因為其實每一個眾生本身, 都是具足本來的佛性的。 好像這個地藏王菩薩一樣, 他發了這個大願, 就是要去地獄, 來救渡所有的眾生。 地獄不空, 他就不成佛。 但是我們看一下, 地獄能夠真正空嗎? 能夠真正所有的眾生, 都在地獄裏面能夠救渡出來嗎? 所以在這個呢, 我們可以看到, 在我們救渡眾生的時候, 並不是說, 我要來去計較, 我救渡了多少個眾生, 我是有沒有救渡了這個眾生, 我們一定要做到, 我救渡了, 也都是好像沒有救渡一樣, 這樣才是真正的無我度生。